泉州的馬路上 車水馬龍 幾問娘子君駕著電動三輪車 穿梭在大街小巷 瞧他們技術純熟 這可不是一天兩天 就能練舊的功夫 這車開了多久了 這個車 五年了 這個車你會開五年了 買五年了 你這個大樓都沒有 自己買 買這個車幹什麼 想要做 要幫其機救人 我以前剛開始是用腳踏車 三輪的腳踏車 後來他們看我們的拉很辛苦 我們幾個人發生 所以要自己拿錢出來買這種車 買這個電動 這幾位婆婆媽媽 都是泉州近江的環保志工 從六年前開始在社區裡宣導環保 並帶動社區民眾一起回收可用資源 如今收到極大成效 剛剛開始都不敢買大的 就買小的 怕不懂得開才買小的 那現在就後悔了 太小了 志工的身影一週有五天 都會出現在社區的巷弄裡 風雨無阻 每一趟出行 三部電動環保三輪車 總是滿載而歸 這是志工們愛護大地的心意 更是泉州大街上最美的一道風景 大家新聞 這下美職工陳少波正專生福建報導 最新的衛生日 今天都要做這次的一道風景 穩定油